原标题 今日小年除了祭造神 还有哪些趣味民俗 今天是那月二十三 也是我们熟知的农历小年的日子 老话讲 小年到年未农 确实如此 再过一个礼拜 就是大年三十 相信很多读者 已经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对于小年 南北方的过得并不是一天 南方的小年是那月二十四 比北方的小年晚了一天 据民族专家萧芳老师介绍 清朝以前 基本都是那月二十四过小年 之后才出现了这种时间上的变化 那么 小年都有哪些趣味民俗呢 祭造一小年的民俗非常丰富 比较重要的就要数祭造年的风俗 这项民俗的历史十分悠久 甚至超过了小年民俗的确理 其最早可追溯到千年前的先秦时期 古籍李济运领曾记载梦下之遇 其四造 济先费 相传造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将考察各家善恶功过的神灵 每年的那月二十三造神会向玉皇大帝 汇报这一年的工作情况 人们在这一天祭祀造神 祭祀的贡献主要是糖瓜 也叫麻糖 人们祭造也主要是希望造神吃了祭祀的甜时候 能在给玉帝汇报的时多说点好话 也有种说法是造神上天后 因吃了糖瓜嘴被粘住 说不了话 让他上天言好事 下地保平安 扫尘展开全文小年的民俗 除了祭造神以外 还有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 就是扫尘了 扫尘的寓意是除酒迎新 每家每顾都会进行年终大扫除 而且有趣的是 扫尘在南北方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在北方称扫房 南方叫胆臣 扫尘的历史十分悠久 早在姚舜时期就已出现 在唐宋时期逐渐风行 宋代古籍孟良又曾记载 十二月近 俗云月穷穗尽之日 未知除夜 世术家不论大小家 据法扫尘扫门驴 去陈慧 静亭护 换门神 挂中葵 丁桃福 贴春派 可见 这项民俗的历史渊源很深 剪穿花 写 春连剪穿花 写春连 也是小年民俗活动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剪穿花的内容形式有很多 主要就是各种洞 植物等展顾 如喜鹊灯梅 烟穿桃柳 孔雀蟹牡丹 狮子滚绣球等 小年以后 家家户户都要写春连 而且民间讲究有神必贴 美门必贴 美物必贴 尤其是大门上的对联 关系到一家的门面问题 贴着春连的内容或书情 或写情 内容丰富 妙语连珠 文末 笔着祝各位读者小年快乐 吉祥如意 本文配图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参考文件 过年说 剂造王吴军 扫尘土 剪穿花起春联 中国新闻网 整理原力 从审认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